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年终于可以下放到所有机型 可喜可贺 此外 苹果已经开始了iPhone17系列的早期开发工作 但由于供应链多元化以及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苹果正试图向印度转移部分工作 这一举错出于经济和风险降低的考虑 据知情人士透露 iPhone17明年将首次在印度进行早期开发 这一阶段的工作被称为新产品引入 New Production Introduction 简称NPI 是苹果产品开发中最具有挑战性和资源密集型的环节 NPI设计调整iPhone的设计和材料 尝试不同的设备和制造流程 以绝保每天能在不同地点生产数百万部iPhone 且缺陷率最低 这项工作通常在10月至4年5月间进行 不过 毕竟是首次尝试 这次在印度进行早期开发的简线iPhone17标准版 其他的型号依然在中国生产 从经验来看 苹果在中国的生产技术很难在其他地方复制 但如果iPhone17进展顺利的话 苹果未来很有可能进一步会扩大在印度的制造业务 下一代的iPhone除了多了一个Air型号 和屏幕和刷新率的升级变化外 最近还有一个爆料是 iPhone17 Pro Max的灵动导向进一步缩小 其实看到这条消息时 Jeffrey并没有太大的意外 因为灵动导带都在缩小 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但当深入了结以后 才发现这条不起眼的消息背后 藏着的视角不思惯与手机设计的终极愿景 要说一台iPhone什么地方最显眼 我想除了背后的影像模组外 就要数这块屏幕上的灵动导了 要想缩减这块爱言的东西 我们需要先知道 这块始终以黑色面板盖出的灵动导是怎么来的 2017年 iPhone X拉开了苹果全面屏机型的序幕 为了保证屏占比的优势 iPhone正面的部件迎来剧烈改动 Touch ID随着标志性的Home键车底推出舞台 一块从边框上延伸进入屏幕的区域出现了 Face ID与自拍所用的原深感摄像头系统 帮助手机与外界交互的距离传感器和环境光传感器都藏在其中 组成了我们熟悉的刘海 iPhone X刘海的内部结构到了iPhone 14 Pro系列上 刘海转身一变 彻底与边框分离 在屏幕中单独盘踞成一个药丸形状 并配合从软件上定制的交互界面 成为大家熟知的灵动导 这一次iPhone 17 Pro Max上灵动导的缩小 苹果就决定对其中的原深感摄像头系统动刀 这个系统中有几大关键组成部分 红外摄像头 点针投影仪 前置摄像头 泛光感应元件以及距离传感器和环境光传感器 发现了吗 其中有一半的元器件 都离不开一位关键先生 摄像头 在传统的摄像头系统中 镜头依赖于纯粹的光学设计 通过弯曲抛光玻璃或塑料材料将光线曲折并聚焦至一点 传统镜头的制造工艺成熟 佳能 尼康等公司已经在此领域深更多年 拥有庞大的镜头却与市场份了 它们存在一些固有的局限性式 体积与重量 由于传统镜头需要通过物理弯曲来聚焦光线 导致镜片结构限制了镜头的最小尺寸和重量 同时传统镜头在设计上很难实现对特定波长光的精确控制 这在需要特定光谱成像的应用中是一个挑战 超透镜技术的出现 有可能改变这一切 超透镜的优势中 有个特性最突出 轻量 高质 这个精量 可不是传统光学上的长枪大炮与饼干头对比 超透镜本身尺度是纳米级别的 用更专业的话讲 超透镜的厚度是亚波长厚度 当某个结构的厚度小于电磁波的波长 它就被称为亚波长厚度 用数字举个更清晰的例子 假设一个材料的厚度是100纳米 而我们处理的光波波长是500纳米 那么这个材料的厚度就是亚波长厚度 超透镜就是在亚波长厚度的平面二维材料上设计的 通过高精度的纳米加工技术 比如电子数光刻 肥鸟激光纸写光刻和纳米牙印技术 可以将超透镜的厚度控制在数百纳米级别 远小于传统透镜的毫米级别 可以说将超透镜与传统镜头放在一起 就像一枚隐形眼镜放在哈布望远镜的旁边 超透镜布纸本身薄 它需要的工作空间也很小 如果你有老式镜头 你一定会留意到转动对焦环时 镜头在轻微前一或后一 这是因为在传统光学设计中 镜头想要对焦不同距离的物体 需要移动镜头组之间的镜片 才能让图像清晰 麻省力工学院材料研究实验室科学家T.I.G. 直接表示超透镜可以依靠自身完成对焦任务 研究结果表明 我们的超透镜不用移动部件和位置 就能实现位于不同深度的重叠物体的无相差成像 可与传统的笨重的光学系统相媲美 也就是说 超透镜通过改编入射光的相位 振幅和偏振来实现聚焦 而无需移动透镜本身的位置 相比传统光学镜头 就省下了用于对焦的镜组移动空间 在传统镜头结构中 体积与重量的减轻 往往伴随着画质的妥协 但超透镜突破了这一限制 在极具减轻的体积与重量下 也保持了优异的画质 超透镜通过其纳米结构精确操控光波 能够突破传统镜头的演射极限 并达到更高的分辨率 同时能够以单个透镜焦正相差 色差等传统镜头需要大非周章才能解决的问题 此外 它还能够聚焦不同波长的光 从而提升成像质量 面对这项年轻又前沿的技术 苹果自然也不愿错过 去年 知名爆料人郭明基就指出 苹果垂涎超透镜技术并非一两天的事情了 并已经制定了初步规划 一 逐渐降低目前对塑料镜头的依赖度 二 控制超透镜的生产使用成本 三 最早2026年在Apple Vision Pro 或后续产品中大量应用超透镜 如果爆料信息准确 苹果显然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毕竟 如果超透镜的性能和稳定度的确可以满足民用设备要求 那么在将来 iPhone伤令人头疼的摄像头吐起就很有可能应来转机 随之而来的就是更受放自如的机身设计 更宽裕的机身内部结构 再看远一些 超透镜甚至在类似于Vision Pro 爆料中的苹果眼镜等下一代个人中观众 都大有可谓 来照这种展望 iPhone 17 Pro Max上灵动岛缩小 就是苹果为超透镜准备的第一块实验田 不过别高兴太早 按照苹果的惯例 与灵动岛变小一起迎来的 可能是灵动岛维修价格的再次提升 要知道 目前iPhone 15系列灵动岛出现损坏的宝外维修报价 属于其他损坏 价格在549美元至699美元之间 已经十分昂贵 同时 苹果的刀法依然阶级分明 这些根改将仅适用于iPhone 17的Pro Max单本 而较小的Pro将保持当前的大小 乔布斯曾提起过自己想象中的iPhone 我希望手机能够像一块充满魔力的玻璃 简洁 轻薄 没有多余的元素 从最早2010年收购Polaros 到2013年收购PrimeSense 再通过多年的内部整合优化 用Face ID代替Touch ID 最终催生了现在iPhone的雏形 iPhone X 都是苹果追求这块魔力玻璃所做的努力 从iPhone 14到iPhone 16 再从刘海到零动岛 iPhone已经走过了十几年的路程 终于借由超透镜 迎来了向最终形态在卖一大步的可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觉得超透镜技术能成为iPhone17的新卖点吗 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 想了解更多数码咨询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